無論說她之前甚至想過是想死、自殺這個問題 她說英國皇室沒有... Hello 大家好 我是Ophelia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很開心跟大家說一個比較爆的話題 我們試完Obera之前 就interview了英國的皇室哈利王子 和她的老婆梅根 Harry和Megan 他們就說了一些很爆的東西 這些很負面的東西去指責皇室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於這件事 英國皇室有沒有去中族歧視到梅根 和她的兒子Archie 和英國人究竟是不是有中族歧視這個問題 在我還沒說之前 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頻道 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了我最新出的影片 他們這個就是兩個小時的interview 都是因為自己八卦 我那晚看到十二點多才睡覺 看完其實很後悔 因為看完之後 我所得著的其實是 全部都是很負面很不開心的東西 首先她就說了些什麼呢 她就說她自己是美國人 Megan就說是美國人 她就不清楚知道英國皇室究竟是怎樣的 所以嫁了進來 她也說自己其實是犧牲了很多 進去這個皇室的 那其實我這件事 我就覺得呢 我自己是香港人 我也不清楚英國皇室是怎樣的 但是我們都會知道 其實這些嫁得又浩門就心似可的 是不是 只叫做是吃得鹹如抵得渴 融入英國的文化 去挑撥離間 自己的老公和自己老公的家人 這些選人不理己的事 為何去做呢 雖然這件事其實不是不理己的 因為他們去拍這件事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我想都是賺很多的錢 那他們就說 其實因為他們沒有錢 因為他們離開了英國皇室之後 其實英國皇室 是沒有provide到任何的保安給他們 他們兩個和兒子的 最主要是這個 原本就是一個家庭的問題 那為什麼他們兩個要 從全世界說呢 為什麼不可以自己去家庭裡面解決呢 雖然他們說 家庭沒有給他們任何的支持 去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就從全世界說 但是從全世界說之後 又當然是不解決到問題 那究竟英國皇室 有沒有對於Megan 梅根 有任何種族歧視 以及對她的兒子Archie 有沒有種族歧視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哈利說了一個最重要的點 就是她家人 沒有去幫梅根去平反 因為那時候 英國的傳媒 有很多梅根負面的消息 說她這樣那樣 英國的皇室成員 沒有做出任何的 幫他們平反的行動 哈利對於這件事很失望 所以就站出來幫她老婆說話 但另一方面 她自己都清楚知道 英國皇室不可以說什麼 因為她 皇室和那些傳媒 本身是有一個 叫做Invisible Contract 即是說她們是 本身是 其實是受這個傳媒的牽制著 即是說 因為如果傳媒對於皇室 有太多的反感 或者是負面的消息出來的話 有機會是影響到皇室整個王族的 其實她也很明白 清楚知道自己家人怎樣這樣做的時候 都要出來這樣指責她家人呢 我這件事就不太明白了 還有我也覺得 如果是歧視梅根的話 那為什麼要被她嫁進去皇室裡面呢 另外就是 其實英國Prince Charles 查理斯之前 因為她們的婚禮 她們當時 查理斯有幫她們找到一個 特意是黑人的Quiet 去獻唱 在她們的婚禮裡獻唱 其實這個行動 也有告訴我 其實她們 黃色的成員不是歧視梅根的 但另外一個指責就是 她說Archie的皮膚顏色 她皮膚的顏色 梅根就說 英國的黃色成員 有一個人 竟然問這個問題 就說 Archie的膚色會有多黑呢 這個問題 所以她就覺得 她的兒子被人歧視 我不知道她是太敏感還是什麼 我也不想說是對於她太負面 我覺得是中立地 看這個問題的話 如果我是她 我也有機會不開心 但是一個問題是 人家可能只不過是問一個 很傻傻的問題 只是想知道 那個寶寶究竟會是怎樣的呢 出來會不會是 想知道 可能純粹是想知道 那個寶寶究竟是怎樣養的 可不可愛呀 純粹可能是這麼簡單 但是 就好像複雜化了整件事 真的沒有人知道 只要是英國王室成員 廣告的人 和美根才知道 整件事究竟發生是怎樣的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她的兒子 沒有任何的 皇子 也不是一個王子 但這個也是 追溯分 就是梅根本身自己是美籍的 如果她放棄自己是美籍的話 她的兒子 就可以成為王子 但是 本身她是有美籍 也沒有放棄自己的國籍 所以她的兒子和王子 都是一個很合理的決定 另外 她們就說 她離開了英國之後 沒有任何的保安 英國王室沒有去幫她們做任何的保安 她們就覺得很失望 覺得她們本身是王室的成員 為什麼她們沒有這件事呢 但同樣地 她們是英國王室成員 她們都沒有履行英國王室的責任 她們都是離家出走 都走到美國 我覺得 這件事都是理所當然的 自己要靠自己去保安 這個問題 不覺得這件事是去歧視她們 另外她說 英國王室沒有任何支持 尤其是她之前 甚至乎想死 自殺這個問題 她的精神可能出現了問題 她說自己 沒有人知道是否真的 她就這樣說 她說英國王室沒有提供任何幫忙 她說這件事 她說這件事 其實都是 我覺得是 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還有 是英國王室才知道 究竟是真還是假 還有究竟有沒有發生這樣的事 我覺得另外一點就是 她們 哈利和梅根很清楚知道 是 英國王室成員 是對於她們的指責 其實是 不可能做到什麼去反駁 因為 同樣是她們不想越描越黑 反駁之後 令到她們對英國王室有什麼 猛戀的態度 我覺得她們倆是 保清了這件事 她也要拿出來說 我覺得是有一些 不軌的企圖在背後 所以 發生這件事之後 其實威廉王子出來說 究竟是 人家問她 有沒有發生這件事 有沒有去歧視她們的問題 威廉王子也說了一句 是 即她都說 We are very much not a racist family 她說 她們完全不是 完全家人是沒有種族歧視 那 我這件事其實是相信她 因為我覺得是 她不需要去說謊 至於 這件事衍生到的問題 就是 英國人有沒有種族歧視這個問題 這麼大的國家 一定會有歧視 是多與少的問題 我自己的經驗 告訴我 英國的歧視 是比美國 和澳洲 這些國家 是為少的 為什麼呢 其實英國是一個 不是歧視人的國家 的種族 你看 由她的 工作的分佈 工種的分佈 你已經看到 其實賺得最多錢的人 其實不是什麼 高階級的人 很多時候 駕駛士 甚至乎 做一些 plumbing 水渠 或者是一些 人家覺得是一些 倒垃圾 或者是開火車 一些 香港不是覺得是一些 什麼好工的 工種來講 這裡的人工是很高的 算是 人權這個問題 是很重要的 Human Rights 是英國來講 所以 對於我來說 這個國家 真的不是種族歧視的國家 而英國人 本身來講 其實 尤其是倫敦 Manchester 這些大的城市 其實是很多不同 國籍的人 在那裡居住 所以來講 已經是 集了 其實 雖然你說中國人 真的不多 但是 東歐人 印度人 你看 譬如 印度人 英國的 所有重要的人物 很多人 例如 HOME OFFICE的 Pretty Patel Rishi Rishi Shanak 很多人都是印度人 你看到那些高級的人 都不是英國人去做 你會看到 真的 不是歧視 真的 他也是好看你的 能力有多少 所以香港人其實來 都是不會輸蝕的 只要你學好英文 是願意去跟別人溝通 去做朋友的話 是 一定是 可以創出一片天 我會說 我覺得是 很shade的一件事 說英國人是種族歧視 因為是 中樓的角度來看 和我自己的經驗 都完全不是 不知道大家 對於這件事 有什麼看法呢 覺得英國皇室 歧視梅根 以及Archie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就不會錯過了我最新的影片 下次見 拜拜